今天节目开始 咱们先来关注甘肃临下基石山线6.2级地震的后续情况 截至到目前 甘肃临下州基石山线6.2级地震已经造成当地117人遇难 青海省海东市31人遇难 3人失联 今天是震后第四天 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又怎么样 带着这些问题 咱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 焦点一 失联人员搜救 此次基石山6.2级地震在青海引发沙涌 导致明河县草滩村和津田村两个村庄大量房屋被毁 人员被困 目前最后三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此外 根据青海省海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所发布的消息 青海海东市在明河县化龙县巡化县已经设立141个临时安置点 安置超18000人 与此同时 受损的水 电 燃气等基础设施 也在抓紧抢修恢复中 焦点二 灾后安置和恢复 今天已经进入震后第四天 目前甘肃受灾地区的现场排查搜救工作已经结束 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受伤群众救治 那么除了生活设施逐渐完善 在临时安置点内 精心设置的帐篷学校 儿童家园也陆续向相关受灾群众开放 具体咱们先来看青海方面 接着到今天的17点 地震累计造成青海海东市31人遇难 三人失联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同时采取整合救援力量集中搜救的方式进行救援 此次地震 青海明河县金田村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 这两天记者来到了这里最大的安置点 在这儿安置了有112户573名受灾群众 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具体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探访 在青海海东明河县中川乡金田村最大的一个安置点 这里已经搭建了100多顶安置帐篷 物资发放处不仅有各类食物 饮用水 还有棉被 军大衣等 物资发放井然有序 安置点的群众排着队等待领取 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面条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名刚领完物资的小姑娘 她和她的爷爷是刚刚来到这个安置点的 我们刚搬到这里来就给我们安排了帐篷 然后还有给我们翻了被子 然后背屋床这些都给我们安排了 然后还有炉子 如果那个煤炭不够的话 就还可以去淋煤炭 为方便镇后安置点群众看病 这里还建立了临时医疗点 配备了常用药品和心电监护等设备 我们再来看甘肃的情况 目前甘肃地震灾区的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受伤群众的救治 那我们总台记者安文健此刻正在即时山线石原镇宋家沟村 我们来连线他 文健你好 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了 现在当地这个安置点的晚饭情况怎么样 另外天气越来越冷 尤其到了晚间 那我们安置点的这个取暖呀 防寒呀 这些措施又怎么样 好的文健 这里呢就是石原厢的宋家沟村 这个地震以后呢 这个761个常住人口的村子呢 九成以上的房屋呢 都受损不能居住 所以说呢 这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被安置 那目前呢 其实安置呢 已经临时安置呢 已经基本就完成了 那现在呢 是晚饭时间 我们看到呢 由这个来自于陆军 76集团军的铁锤子红军旅呢 是负责这个安置点的这种帐篷的搭建 包括三餐提供 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都能 今天的晚餐都是什么 来看一下 有这个水果 有香蕉 还有这个酸奶 这边呢是在发饭 这边呢 还有这个除了饭呢 还有这个提前准备好的八宝饭 而且这个八宝饭呢 都是提前在这个热水里面煮过以后呢 非常的暖和啊 这个特别的热热的 更值得一提的呢 今天呢 还这两天的多数是做这种烩菜 这种烩菜呢 里面会有一些肉啊 像豆制品啊 菜啊等等的 但是它有一个细节 可以看到 它这个里面的用油和比较多 大家看到厚厚的一层油 这个做饭的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呢 这样呢 一方面呢 是让这个饭呢 油多呢 它更好的下饭 第二呢 其实这样的厚厚的一层油 它可以把热量呢 这个保持在咱们的这个碗里头 特别最近啊 外面比较冷啊 这样子的话 它会让群众领完拿回家的时候呢 也是热的 它有点像这个 过桥米线的这种原理 来我们放下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从今天呢 因为是冬至时节 在这儿呢 也有这个冬至吃饺子的习惯 那所以说呢 这个从早上一开始呢 咱们村里的老百姓呢 就和咱们解放军战士呢 一块来包饺子 一方面呢 是这个 咱们的这个群众呢 想包点饺子 让解放军来吃 因为他们看到呢 解放军战士从地震发生以后呢 没日没夜 顶着延寒的天旗呢 来帮他们来搭帐篷 来安置 他们也想出一份力 但其实呢 后来呢 解放军战士还是非常 舍不得吃啊 还是把这些饭呢 饺子呢 还是重新煮好了以后 发给这个 咱们群众们来吃 做成这种酸汤水饺的形式 你看大家都可以 领到这样的饺子 那今天呢 我还碰到一个群众 他说他年年冬至吃饺子 本来以为今天因为地震 可能吃不到了 所以说 本来都没有抱这个念想 结果 今天的解放军战士呢 还是给他们提供了饺子 非常的高兴 那可以看到 这会儿领完饭的 老乡们呢 都是把这个饭呢 要拿回他们的 居住的帐篷来住 他来吃 这边呢 就是整个这个 安置点的这个帐篷区 可以看到呢 现在 40多米帐篷 已经全部搭建完 而且呢 像这个方便夜间活动的 这个路灯的灯杆呢 都已经设置好了 而且 这个值得一提啊 就是因为这边呢 特别的冷 要挖这么一个坑 来埋这个灯杆 在别的地方 可能用个十来分钟 就可以挖好的这个坑呢 在这儿呢 因为冻土层呢 达到20厘米 所以说可能一个坑 就要挖40分钟左右的时间 才可以做到 那除了在这儿的 解放军的救灾力量呢 甘肃省呢 要求每个安置点上呢 必须有23个这个村民 这个工作队员 来自临下州 以及别的地方 像这个村上呢 它是来自于临下州委 政法委 以及隔壁的 合政县的公安局的同志呢 来这儿来 一个是维护秩序 第二个呢 帮助他们这个村两委 来开展工作 目前呢 可以看到呢 这儿的这个安置呢 还是比较有序 在我们的远处呢 正在连夜进行搭建的呢 是近200个活动板房 那计划呢 今天晚上呢 要全部搭建完毕 而且在一周之内呢 这儿的安置群众 要搬到活动板房里头呢 逐渐呢 将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主持人 我知道情况就是这些 好的文件辛苦了 工作间隙 别忘了也和大家一起 吃顿饺子 我们再看看 上员救治的情况 甘肃临下 基石山县6.2级地震发生之后 甘肃省各级医疗救助机构 也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 组织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 投入到灾区 展开伤员救治和医疗 卫生服务 截至到目前 甘肃省累计接收伤员 784人 分别收治在 省 州 县 医疗机构 医疗救治工作 有利 有序 有效开展 那具体情况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在基石山县人民医院的采访 地震发生后 甘肃省派出 多支省级医疗队赶赴现场 在基石山县人民医院 5支省级医疗队 分别携管了5个病区 其中 蓝大二院医疗队 12名成员抵达后 立即将中医科病房 改造成伤员病房 目前 病区收治了20多名伤员 在病区的14号病床 住者基石山县石原镇 受伤群众石学平 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正带着小孙子一起睡觉 小孙子安全无恙 但是石学平的右腿 却被倒下来的建筑物砸伤了 第一次接到的时候 又看到他的右下肢 一个明显的肿胀 亲子 表面张力特别高 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 想着这个腿肯定保不住了 然后我们就做了XPN检查 发现他的骨头是外好的 那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挤压 导致的这种一个结局 针对石学平的伤情 医疗队进行了会诊 定制了一套治疗方案 决定先保守治疗 尽最大努力 保住他受伤的腿 然后就经过积极的治疗 包括保卵呀 抬高呀 然后患者活动 他的肢体呀 然后到今天 昨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他的 皮温都已经能够恢复正常 按照专业的话 他的足备动脉能够摸得到 但是今天的话 这个肿脏程度 比昨天又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以前的话 这个腿子应该是能够保得住的 每一次灾难来临 总有消防救援人员 用自己逆行的身影 给受灾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我们给大家看几个瞬间 咱们看第一个 这是12月21号 甘肃张业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 在开展安置工作的时候 有一名小朋友和现场的消防员 温情互动 从小心翼翼到温暖相依 网友评论 原来英雄的梦想可以这样传承 小朋友们请放心 英雄一直都在 下一个瞬间是12月19日的晚上 甘肃林下消防救援人员 在大河家镇搬运取暖火炉的途中 发现村民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有很多儿童在生活取暖 由于担心会引起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 消防员随即把孩子们转移到消防车上取暖 并且被孩子们修缮好 临时帐篷 下一个瞬间 12月20号 在甘肃基石山县地震救援的现场 一名连续参与搜救工作的消防员 在队友轮换补给的间隙 两口吃完了一碗牛肉面 这一个简单的吃饭瞬间 在当事人的眼里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日常 但是更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救灾时争分夺秒的责任与担当 那有抗震救灾当中的温情瞬间 也有地震来临时的果断处置 这次地震发生在12月18号晚上的23点59分 当时有两列列车即将通过 距阵中仅74公里的蓝丝铁路 河口南站 车站值班调度员任平临危不乱 同时接通两辆列车的电话 在他停车停车这样的指令当中 震后两分钟 一列旅客列车停下 震后三分钟 一列货车停下 任平的表现也受到了网友的一致点赞 突然感觉房屋晃动得很厉害 头很晕 第一反应是地震网 赶紧按照应急处置作业流程 紧急拦停列车 河口南站是蓝芯铁路上的一个三等站 这里距镇中74公里 当晚 任平在车站二楼的行车室轮值夜班 当时有两列车经过河口南车站 一列是从甘肯敦煤 一列是从甘肃敦煌驶向陕西西安的快368次旅客列车 车上载有645人 一列是从甘肃兰州至青海西宁的11203次货物列车 指令发出后快368次旅客列车 于01001分停于河口南至坡底下区间 11203次货物列车于01002分停于河口南至八盘峡区间 紧接着我们对列车及周边区域的铁路设施设备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